出差一天新加坡 出发了 一个小时左右的飞机 在坐20分钟计程车 酒店拆停后 第一时间购买鲜冰卡 第一站先吃午饭 麻辣火锅 这里感觉有点像 在大陆吃火锅 灵魂酱汁 美女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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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爽了 吃完东西便要上班了 刚好拿周载为客人 介绍榴莲 我们公司除了马来西亚榴莲 还有很多榴莲甜品 还有各式各样榴莲抽边产品 有你喜欢的吗 晚上十点多下班 就随便买了些青菜吃 赶紧回酒店休息 赶紧回酒店休息 准备明天的工作 早上八点出去走走 天气真的好 注明地榴莲 鱼尾尸 之后便去找地方吃早餐 今天的早餐是虾米 上班前去喝了杯咖啡 这家咖啡店在我们公司附近 咖啡不错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一样 忽然又下起大雨来 晚上和拿都烧烤火锅 之后便打折去机场 准备回马来西亚 九点的飞机延迟到 晚上差不多十二点才开出 简简单单又一天 感谢观看 请多多支持